我重生了,重生在首付千金柳如烟上门,要我入罪这天。 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把老婆送给了弟弟,弟弟却抢先一步,搂着柳如烟的腰,得意宣布,这次吃软饭的是她。 我突然笑了,她不会知道,柳如烟根本不是富婆,而是折辱男人的皮条课。 证文开始,我们村子有个习俗,那就是,每家,每户若是有儿子,都会培养成吃软饭的,学习如何找一个富婆。 比如我跟我弟弟,从小就被父母定下了婚约,她入罪魏家,我入罪柳家。 上一世,魏家的女儿,不但是个丑八怪,下半身还是偏贪,这辈子都要人伺候,更是在弟弟入罪三个月后,魏家出事,弟弟被扫地出门,所有人都骂她,是个晦气玩意。 扫把心,爸妈更是嫌她,不能为家里带来好吃,要将她交给村长处理,弟弟跑来求我,她想要活着,让我搭把手,让她成为柳如烟的男宠。 本着从小跟她一起长大的情谊,我怎么舍得将弟弟推入这个火坑,我拒绝了她,她却背地诬陷我,设计了一出车祸,我成了害死了魏家女儿的凶手。 最后被人折如死在了牢里,再次睁眼,我看着眼前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柳如烟带着提亲的礼品,堆满了我家客厅,穿的那叫一个风情万种,妩媚动人,一双真诚美丽的眼睛,背后隐藏着巨大邪恶。 弟弟几腾成,特意穿了一件高定黑白西装,举手投足间,自带气质,不给我留任何脸面,挽着柳如烟的腰身,蜻蜓点水,在她红唇一吻。 柳如烟,我入坠上门可好,我比我哥要吃酒得多,这句话极大勾起了柳如烟内心的欲望。 她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听话的小白脸,将它们调教得更有趣。 上辈子,因为我像不听话,不配合,柳如烟没少给我喂一些乱七八糟的药。 现在想起来,我背脊阵阵发凉,我紧张盯着柳如烟,期待她的回应,看着她抿唇娇笑,还将头靠在几腾成怀里,硬着,好啊。 一个星期后我们结婚,几腾成走到我跟前,一副圣者为王的模样,哥哥你会祝福我的吧?我乐个逗,这天大的好事。 我嘴角的笑都快压制不住,也不知道为啥重生之后,几腾成会自己主动要入坠柳如烟,捏了捏大腿。 疼痛提示我是真的,开口病重,锁死,祝福,狗男女,天长地久,渣男贱女,一定要互相祸害。 几腾成没想到我是这反应,还以为我是吃不到这碗软饭难过,提醒我,哥,魏家那边,你就去入坠吧,我心一横,入坠给有偏瘫的,总比入坠给皮条克要好,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辈子,我就当一回真男人,花不完的钱,看着几腾成如何一步步走入深渊,爸妈知晓这事,没有任何意见。 反正两个儿子都是要入坠,婚期相同。 几腾成这几天,忙着陪柳如烟挑选结婚用的东西,试着婚服,我告诉他,柳如烟最喜欢的,就是跟木头一样,什么都不懂的,特别是新婚当晚多穿的,一件一件被扒下来才够刺激。 几腾成有些生气,我为什么知道这些,警告我不要再打柳如烟的主意。 你看,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让他多穿点,免得新婚夜,死在柳如烟沾了眼水的鞭子之下,婚期越来越近。 柳家这上门女婿的派头就越发大,比我上一世的阵仗还要大,接近的队伍豪车,足足有百来辆,从家里到酒店那段距离,铺足了红毯。 为的就是让几腾成风光有面子,就连他手腕上的手表都戴满了三个,一个比一个贵重,脖子上的金项链土到极致,却好到无边。 几腾成时不时来我面前炫耀,发朋友圈昭告天下,个,柳如烟看上我,大概是我真的比你优秀,个,如果你真想要柳如烟,我愿意去柳如烟面前说几句好话,让你当男宠,个,听说卫家上门的礼品简单而廉价,真是苦了你。 听着几腾成这番苟言苟语,我忍不住笑了,你就好好享受这段时间的快乐吧,现在你蹦得有多高,到时候摔下来就有多惨。 卫家派人来过,好像是上门质问我父母,为什么新郎突然换了人,看得出来,卫家很生气,奈何柳家在金圈是权贵,谁也不敢得罪,卫家只能作罢。 卫家夫妇来见我的时候,眼里多少带着同情,几波答,你真愿意入坠给我们卫家吗?我点点头,我愿意的。 当今男人三大喜事,升官加薪死老婆,偏瘫的人跟死了没区别,下半辈子我不愁吃喝。 卫家夫人一下红了眼眶,从包里拿出一个纯金打造的麒麟,交到我手里,这个你拿好,我认定你是我的女婿,这值钱的东西。 上一世我也没有见几腾成炫耀过,真想咬一口,实心的还重,好贵,谢谢伯母。 接下来几天,我爸妈都对我视若无睹,反正我对这个家也没有多少感情,在结婚前一天晚上,我跟几腾成都被妈喊到了密室里。 这是我们季家的密室,我跟几腾成从小到大都在这间密室里,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男人,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 记得,上一世,我妈为了让我伺候好柳如烟,将我魔鬼训练了一天。 之后,我被我妈严格控制饮食,不得吃任何荤食,饿了就肯菜叶子,还是生的那种。 因为吃太多肉,身体散发的气息会变得难闻,身上的肌肉也会掉,最后还要不断练习腰部力量。 当时,几腾成还过分记恨我,被递在我酒里放了芒果汁,导致我过敏全身起了红疹。 新婚夜第一天,柳如烟看着我全身起了疹子,卖不出好价钱,差点弄死我。 这次,我妈直接无视了我,目光落在几腾成身上,那眼神里皆是对几腾成的期待。 阿诚,妈妈从小就看好你,这两天你好好学学,当几腾成饿得都要晕过去时,眸光里对我的挑衅都没有停止。 哥,你这样看我,是在嫉妒我吗? 是啊,我嫉妒得都快乐死了,明天就结婚了,我安安稳稳睡了一个好觉。 柳家跟卫家的人同时来接亲,柳家高调彰显着颇天富贵,几腾成好不得意。 而我这边就很平淡,卫家是书香世家,讲究的是礼数,也算是周到,在一切举办完毕,从酒店离开。 我看着柳如烟倒在几腾成怀里,很是期待她被柳如烟拉去卖掉的样子,会有多可怜呢。 离几腾成开启地狱生活,仅仅只剩下十二个小时,我被卫家人接了回去。 卫夫人跟我交代了一下她的女儿,因为下半身偏瘫脾气不好,每天都需要有人帮她清洗身体,我点点头,算是答应。 卫夫人看我的眼神越发心疼,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入坠到卫家,就是为了冲洗。 我跟卫宇宁的主卧在三楼,打开门进去,我以为房间会很暗。 没想到,已经布置成了洗房的样子,就连坐在轮椅上的女人,都穿着白色婚纱,卫家有心了。 我上前走了过去,上一世从未跟卫宇宁有任何接触,近看才发现,卫宇宁这张脸,简直绝了。 清理又无瑕的脸庞,一双眼眸如吸水那般干净,让人移不开目光。 无论是哪一点,都吊打柳如烟,真是想不通计。 腾成放着柳如烟这么好的女人不要,要什么皮条课。 我按照魏夫人交代的步骤,拿出毛巾沾了沾热水,打算给魏宇宁全身都擦拭一遍,准备下手时,才想到要给她脱衣服。 原本白色的婚纱就是抹胸的款式,沟壑般的事业线,让我拿着毛巾的手有些颤抖。 雪白的肌肤如白瓷般,我结巴说了一句,你妈交代,我来伺候你,一只手刚要碰在她肩膀上。 魏宇宁抬眸凝视着我,没有任何防备,而是带着女儿家的娇羞。 那你帮我把婚纱脱掉吧,我吞咽了一下口水,指尖在碰到她肌肤时,那一刹的清凉,瞬间一颤。 魏宇宁,我先说话好,我不是要占你便宜,我只是帮你清洗一下。 魏宇宁也不说话,就那么娇羞低着头,房间里静得只有拉链被拉开的声音,一点点将她身上婚纱脱下来。 我脸烫得不行,我都不敢睁眼,一只手就放在了她胸前。 我只能说,很可惜,魏宇宁是个偏探,否则上一试,季腾诚才不会放过这样绝品的女人。 我转身准备在拧干毛巾帮她擦拭时,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我冷了一下,一转身就对上一双干净好看的眼睛,还有那张好看的脸。 魏宇宁,你要做什么?魏宇宁突然拉着我,就这么朝着我怀里扑来,我想跟你有个孩子,孩子,没人说偏她还能生孩子。 而且,她居然站起来了,这堪比电视剧还魔幻,就在我发愣之际,魏宇宁捧着我的脸,对中我的唇就那么吻了下去,大手扣住我的后脑刷,轻吐出一句在耳边,我的新郎真好看。 这样的温柔香,真的很难让人拒绝。 早上醒来时,我整个人累得跟狗一样,从来也没有人说过,一个刚站起来的女人,居然有那么大的需求啊。 房间里已经没有魏宇宁的身影,今天要回门,我下楼就看到客厅里,魏宇宁正在跟她的父母互相慰解。 而我只想快点回家,我想看看几层城死了没有。 魏夫人拉着我的手,纪伯答,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的魏宇宁重新站了起来,你真是一个好女婿,希望你能快点让我们魏宇宁怀上孩子。 我随意应付着,一颗心跳得很厉害,满脑子都是几层城,柳如烟到底把它卖出去了没,坐上车,这短短的路程让我觉得好漫长。 而魏宇宁一直盯着我看,我有些发毛,我长得很奇怪嘛,一到家,我几乎是飞奔,门口停着柳家的车,家里气氛不对。 难不成几层城一晚上就被柳如烟卖了,被客人玩死了,魏宇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老公,你等等我,等不了一点,我跑进家里,却听到了从我妈房间传来哭声,那哭声可谓让人心生怜悯,悲惨不已。 我听出来了,是几层城,上一世,他就是在我跟前哭的,他还没死,真能被人玩啊。 我站在房间门外,听着几层城一遍一遍诉哭,妈,你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说不定明天就死了。 我妈声音里透着关心,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关心,几层城,怎么了?你好好说说,几层城哽一声。 将昨晚上柳如烟是如何要卖掉他,如何让他刺刺在鬼门关走一趟,妈,柳如烟说,要叫我卖到别处去,等给他赚够了钱,就将我丢到女人窝里,任由那些女人折磨我,我不要,妈,你救救我,你看,我的身上,昨晚上柳如烟用沾了盐水的鞭子,在我身上落了九十九鞭,还不给我涂药,说等这些伤口结痂了,他就帮我一点一点把家扣下来,妈,我真的好害怕,柳如烟根本不是首付千金,他也不是富婆,我入坠的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婆, 柳如烟就是一个皮条客,一个十足的皮条客啊,这些话,这些字眼,我妈完全不敢相信,几腾成,你说的是真的,柳如烟他真的不是首付千金,几腾成嗓子都快哭哑了,对啊,妈,不如把我跟我哥换回去吧,反正一开始要入坠给柳家的就是他,只要把他换回去,我就能活下去,这份罪本来就该他受的,我站在门外冷笑,这几腾成还真是会算账,这份姻缘,不是他这辈子苦苦求来,用尽手段得到的吗? 我推开门,冷眼看着房间里,准备把我换去柳家的母亲跟弟弟,我不会去的,这金圈谁不知道,入坠给柳家的是你,又不是我,几腾成盯着我的眼神,狠毒又阴险,为什么不,我们只是物归原主而已,别忘了,在这家里,爸爸妈妈向来最疼爱的是我,对啊,我倒是把这点忘了,所以我更不能让,我好不容易才重新活过来。 几腾成,你好好享受你这破天富贵吧,我会在你死了之后,给你烧纸的,话音刚落,我妈就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几腾成,纪伯达是你的弟弟,你怎么敢说出这么恶毒的话,你忍心看着你弟弟去死吗?我会跟你爸商量一下,看看,要不要你们俩重新换回来,重新换回来,我刚要开口拒绝,一道娇妹的声音夹杂着双寒,让人背后一颤,我看,是谁要将我的老公换掉。 我回头,便看见魏宇宁娇小的身影,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直到停在我身边,牵起我的手,几腾成一双眼睛,跟看傻了一眼,完全不敢相信,魏宇宁一个偏瘫之人,居然重新站起来了。 你是,魏宇宁,几腾成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我都能猜到,他毁得肠子都要清了,他气愤地又喊了一声,妈,魏宇宁本该是我的老婆,我哥抢了我的老婆,看吧,有的人就不要脸到极致,魏宁靠在我怀里,声调很冷,我魏宁宁, 只认纪伯达这个一个老公,若是你们敢耍什么把戏,将我老公换掉,我魏家不惜一切代价,也会跟你们算账,我妈顿时慌了神,纪家是得罪不起魏家的,几腾成,你坚持一下,说不定柳如烟过段时间就爱上你了,几腾成无力一下坐倒在一旁沙发上,像是丢了魂一样,好意会才抬起头来看着我,哥,你别太得意,我有话跟你说,我让魏宇宁放心,等会就回来,魏宁宁还是有些不放心,就在客厅守着,楼上房间,这里没有外人, 几腾成直接撕破脸,态度傲慢,哥,你以为入坠点魏宁宁,你这辈子就高枕无忧了吗,一个月,魏家公司做假账被查封,而魏宁宁也会锒铛入狱,你更是跑不了,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的日子会不会比我好,我有些震惊,看着几腾成,没想到他会知道这些,几乎是下意识问出,你也重生了,几腾成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 看我的眼神,丝毫不属于我的震惊,你也是重生的,难怪,难怪,几腾成这辈子要抢了柳如烟,上一世我是怎么死的,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我冷嘲看着几腾成,这一世你就游自取,开心吗,你上一世得不到的女人,这一世你,终于得到了,几腾成挥起手就要打我,被我一下拽着手臂,你以为我还是,上一世那个纪伯达吗,几腾成, 你就等着沦为柳如烟手里,最完美的客户资源链吧,几腾成无能锤打在窗户上,冲着我的背影喊出,我不会放过你呢,纪伯达,我要让你跟我一同遭罪,一同受苦,我没有再理会纪伯达,我回纪家,只不过是想要看到他的下场,既然已经知道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踏进纪家一步,魏雨宁就在客厅等我,见到我下来,眉眼里皆是担忧,上前一把拉着我的手,老公,没事吧,我摇摇头,我没事,不过,我抬眼看着魏雨宁, 心里却发慌,几腾成说的没错,再过一个月,魏家就会因为做假账的事情,全部入狱,我该怎么救他,魏雨宁,我轻声喊着他的名字,魏雨宁看出我的担忧,发生了什么事,魏家内部的事,我不太清楚,可是几腾成知道,要扭转魏家这事的局面,还得再利用他一遍,回到魏家,魏夫人跟魏先生,像是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我在寄家从未感受过的亲情,在这一刻全部感受到了,这样好的魏家,怎么会犯下那么大的错,我不信,魏雨宁因为身体,我会犯下那么大的错,我不信,魏雨宁, 身体刚刚恢复,每天都会在医院跟家里来回跑,其他时间都是跟我腻在一起,我总觉得魏雨宁有秘密,他看我的眸光,像是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我一般,想要推开他的怀抱,就被他抱得更紧,魏雨宁亲吻,在我额头,跟我说了一件事,老公,魏家公司出了点事,我得去处理,这段时间可能就不在家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我心里生起一股恐慌,一个月的时间快到了,我抓着魏雨宁的手臂,眼眶开始红了,魏雨宁,不要去,魏雨宁有些诧异,怎么了? 老公,我只是去出差,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你就这么舍不得我吗?魏雨宁想要放松我心情,我就越发担心,我想跟他说,你去了会死的,会死的,不能去,可我阻止不了,魏雨宁还是去了,而己腾成找上了我,电话里,己腾成又魏雨宁威胁我,哥,你不担心魏雨宁吗?我可以帮你,只要你帮我,我冷笑两声,我凭什么相信你?己腾成有些急,你不相信我,魏雨宁会死,魏雨宁我会想办法救,还不用着己腾成, 我正打算挂断电话,己腾成给我微信发来了一段视频,我点开视频,视频里面是魏雨宁被人围堵的画面,只有几秒,足够我心惊,己腾成 这视频,你是从哪来的?魏雨宁呢?他人呢?这下轮到己腾成跟我谈条件 你要想知道,魏雨宁在哪?今晚上我要看到你出现在柳家,我闭上双眼,脑海里全是柳如烟上一时虐待我的画面,当着我的面,调教一个又一个男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让我不寒而栗 可是,魏雨宁,我咬咬牙答应,从我重生那一刻起,我说过,我要亲手将柳如烟这个变态送进去 好,我答应你,今晚我来,己腾成满意挂断了电话 这几天,我一直想要联系魏雨宁都联系不到,给他发去的消息,全部石沉大海 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我不想就这么没了,找了一套黑色的衣服,长衣长苦 基本落不出什么肌肤,到了晚上,我轻车熟路去了柳家 己腾成早就在大门口等着我了,他整个人看上去消瘦的不行,一张脸苍白还硬撑冷笑 那双如蛇蟹的眼睛落在我脸上,好似就在等着我会比他有多惨 我看了一眼柳家的大门,上一世我疯了,想要逃离这里 没想到还是回到了这里,己腾成走到我跟前 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你快来吧,我跟柳如烟说了 今晚你会过来跟我一起玩,我背脊一凉,这是柳如烟的作风 他最喜欢的,就是将猎物关在一起,然后看着猎物自相残杀 活下的那个,就会死在他手里 我白了一眼己腾成,不想跟他有过多的废话,走吧 己腾成走在最前面,晚上的风很大,吹动在己腾成的手臂上 便看到他裸露出来的手臂上,全是余痕 抬头看看天,已经是冬日了,快过年了 这个新年,未雨您能回来吗?柳家,有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就是柳如烟的天堂 我跟己腾成以前以后走了进去 空气中,还是那股熟悉的血腥味道 推开门,就看见柳如烟坐在了老位置上 手里,正把玩着一个小巧的蝴蝶匕首 刀刃在灯光下明明亮亮 上一世,他就是用把蝴蝶匕首,搁在我手腕上 静静地放出我的血,高兴地询问着我,喜欢吗? 纪伯答,你知不知道,你的血真的很美味 在听到动响,柳如烟抬头目光看向我 纪伯答,你来了,柳如烟起身 明明是在跟己腾成说话 却走到了我跟前,拉着我的手细细摸索 每一秒都让我如同重回地狱 听己腾成说,你是重生的 那你上辈子也是我的老公咯 我瞪大眼睛,撇头看向己腾成 没想到他居然将这事告诉了柳如烟 他是故意的,柳如烟这个人 有很强的占有欲心理 只要是他认定是自己的东西 他就绝对要弄到手,绝对不会给任何人机会 既然你是我的老公 那今天我带你们玩一个好玩的游戏 我推开柳如烟的手 不,我不是你的老公,人只有一辈子 何来得上辈子,柳如烟看我的目光 带着他强烈的占有欲 我知道他是吃定我了,无论你是不是 反正你今天都来了 魏宇宁那个废物,可没有时间来救你 我跟己腾成被柳如烟关在了笼子里面 笼子外面被泼了酒 柳如烟就那么玩着打火机 就这样,火圈燃烧着笼子的铁管 一股灼烧的烫不断燃烧着我的身体 不会真的烧到,却足以要命 散发出的气息,让我猛烈咳嗽起来 这就是柳如烟调教人的方法 他就是故意的,故意要弄死我 己腾成好像已经习惯了 甚至是麻木了,撇头看向我时 用我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着 哥,我上辈子能杀你一次 这辈子就能让你再死一次 甚至是惨死 我无视了他的话,心里却期待柳如烟再变态一点 再对我做些更过分的 早在我进到柳家之前 我就准备好了摄像头跟录音 只要我将这些放到网上,引发愚润 就算柳家之手遮天 我不信柳如烟不会没有影响 我必须拿到柳如烟杀人的证据 柳如烟一边放着火,一边用欣赏的目光打亮着我 毛公,你这身体 可是多少人眼中的珍宝 更加让人爱不释手,我真的害怕 我此刻特别想为雨宁 但是一想到为雨宁,我似乎也不那么害怕了 柳如烟站在那里,打了一个响指 他手下的人,不知道从哪从来了几名男生 那些男生看上去,精神十分不正常 甚至连外貌都有些丑陋 我有些不知道柳如烟要做什么 上一世,他好像没有这么做过 一共三名男生 他们胸前都带着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是柳如烟给他们取的代号 一号,二号,三号 听上去就知道柳如烟的癖好有多恶心 柳如烟先走到了一号的跟前 特意拉着一号的手对着我说道 男生长得丑就是错 所以纪伯达你好好看着 看着我是怎么将他变帅气的 丧心病狂,都不足以形容柳如烟 我看着他,捏着一号出声问着 你要做什么 回答我的是几腾成 几腾成笑了笑 你不知道吗 这些男生,都是柳如烟从精神病院挑选过来 他们没有家人,甚至无名无姓 而且,也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他们 就算死了,也不会被人发现 精神病嘛,死了就死了 几腾成的语气,磅伏在形容一只小猫小狗 人命不值钱 而几腾成,因为回答我的问题 被柳如烟惩罚 几腾成,你不乖,在家中火 所以,我看着旁边被装进玻璃缸的几腾成 不停地喝着水,又不停地呛着水 还一边求饶着 我错了,刘姐,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几腾成低估了柳如烟的变态 他就这么当着我的面,给一号喂了药 顺便还割开了他手腕 像上辈子对待我那样,血被放干了 我被这一幕刺激到,冲着柳如烟喊 你这个畜生,你放了这些人 你到底要残杀多少个人,你才能罢休 柳如烟的神情十分享受 好似我越骂,他就越爽 纪博达,你骂人真好听 你再多骂几句我听听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跟柳如烟正常沟通 第一天是一号惨死在了我的眼前 柳如烟将他的皮扒了下来 说是要移植给二号,让他整容 甚至他还让我亲自挑选,那里 应该移植那块皮的地方,怎么不血 是不喜欢,那一定是这一号脏了你的眼睛 那接下来换谁呢,就换成二号好了 是昨天那三个男孩其中的一个 我抓着柳如烟的手,开始害怕 不要,不要再杀害无辜的人了 柳如烟耸了耸肩膀,一点都不在意 残忍嘛 他们哪里无辜了,他们成为神经病害人的时候 无辜吗,几博达 我只是在为民除害而已,我阻止不了 柳如烟再一次当着我的面 将二号杀死,还是那样残忍的手法 我被关在了小黑屋里面 足足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面 柳如烟不让人给我喂任何东西 却让几腾成每天为我带来魏家的消息 姐姐,你看今天的新闻了吗 魏家没了 嗯,没了,我虚弱倒在地上 没有任何力气跟几腾成斗 只是抓着他的裤脚 几腾成,你不是想活下去吗 我们合作,我可以救你 几腾成甩开我的手,指高气啊 那带有锚钉的鞋子踩在我的手背上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跟我合作 已经晚了 哥,之前我就求你的时候呢 刘姐说了,只要我帮她做事 她可以让我吃香喝辣的 哥,这一世的选择我是对的 你啊,就乖乖等着跟魏家一起陪葬吧 我饿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三天后 而这个时候 季腾成再次给我带来的最新的消息 魏宇宁死了 简单四个字 眼泪不受控制大科掉落 我不信,我不信魏宁宁死了 不可能,季腾成一脸冷笑 知道你不信 所以给你看看吧 季腾成打开手机 里面有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人正是魏宇宁 他背对着所有人 被人推下了海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季腾成蹲下来拍了拍我的脸 哥,你重生又怎么样 这辈子 你还是得不到幸福 你想要都没了 你还是要死在我手里 听说魏宁宁的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 已经被与啃食的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季腾成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很是满意 离开的时候不忘告诉我 对了 刘姐说了 明天就拿你做成眼镜送给我 就做成夜明灯 日夜放在我床头 陪我睡觉呢 我若真成了夜明灯 我定要柳如烟跟他不得安胜 再见到柳如烟时 我已经被绑在了他地下室的木桩上面 这木桩上面 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解 这次是季腾成手里 拿着蝴蝶匕手 在我面前玩着 他欣赏着我这狼狈悲惨的模样 要是腾记得喊出来哦 没有任何手软 季腾成抬手 就狠狠将蝴蝶匕手搁在了我手臂上 鲜红的血液鼓鼓往外冒了出来 我疼得已经没有了知觉 像是案板上的鱼 任由他们宰割 柳如烟似乎有些不满意 抬手给了几腾成一巴掌 我是怎么教你的 在将他的皮疤下来之前 一定要调动他的情绪 我躺在地上 颤抖着身子 看着 朝我走来的柳如烟 你想做什么 柳如烟轻笑 从嘴里吐出烟圈 在我的脸上 那股味道很难闻 我被呛得接连咳嗽 可嗨嗨 柳如烟轻扶着我的脸 魏家夫妇进了牢里 你知道 他们怎么进去的吗 是你 是你举报的他们 举报 我没有 柳如烟看出眼里的疑惑 很有耐心跟我解释 当然了 是我以你的名义举报的 你是没有看到 魏家夫妇他们失望的神情 我再一次红了眼 抓起地上的小刀子 就往着柳如烟身上扎去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柳如烟的大腿被我扎伤 她皱着眉头 抓起我的头发 拖到另外一边 给她包皮 这次我的身体被吊在了空中 没有办法动弹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血 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看不清前面 只看到了柳如烟 拿着剪刀朝我走来 这么好的身体 从哪里下手呢 我闭上眼 打算成了鬼 再找他们算账 冰凉的刀尖贴在我身体上 那一刻 我好像听到了魏雨宁的声音 老公 柳如烟 你已经被包围了 给我住手 我猛然睁眼 便看到风尘仆仆的魏雨宁 身上还带着伤 她正从一群警察身后朝我走来 老公 老公 吊住我身体的绳子被解开 魏雨宁将我抱了一个满怀 我觉得 这是我死前的黄粱一梦 怎么可能是真的 魏雨宁她不是死了吗 魏雨宁抱着我很是用力 一遍又一遍在我耳边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公 是我回来迟了 我伸手摸着魏雨宁的脸 是那样的真实 掌心是那样的温热 眼泪再次掉落 你没死 对 我没死 我有好多话想要跟她说 可是我却再次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了 睁开眼看着眼前一片白 空气中消毒水的味道很是难闻 这是在医院 轰荡荡的房间 让我有些害怕 我急忙从床上下来 却牵扯到输液的针 魏雨宁 魏雨宁 我害怕 那真是我晕倒之前的黄粱一梦 等一抹身影从门口闯进来时 在看清她的面貌时 我才发现 不是梦 是真的 是真的 魏雨宁没有死 魏雨宁脸上皆是担心 大步走过来 语气里都是心疼 老公 我在 我在 你还疼不疼 我抱着魏雨宁 在她怀里窝了好久 我好怕一切都是假的 等我平复差不多了 魏雨宁才告诉我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原来 魏雨宁在一个月前出差是假的 为的就是 拿到柳家犯罪走私的证据 因为她过来接手公司之后 发现有人在公司做手脚 为了保护魏家 为了公司 她谁也没有说 偷偷一个人去调查 所谓她死了的那段视频 不过是障眼法 故意让柳如烟以为她真的死了 只不过 魏雨宁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柳如烟会真的对我动手 而且以我的名义 将她父母都送了进去 好在魏雨宁 已经跟她父母解释过了 本来事情不会发展这么顺利 是魏雨宁 最后拿到了我拍下柳如烟杀人的证据 那些视频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魏雨宁轻轻揉着我的脑袋 老公 你很勇敢 不过 我希望 下次你可以自私点 我害怕会失去你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现在想来 应该是上一世魏雨宁一直瘫痪 没有接手公司 所以魏家倒台 还好 这一世悲剧没有重演 她靠在我怀里 对上魏雨宁那双温柔的毛子 一直藏在心里 有个问题想要问她 魏雨宁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魏雨宁只是笑着 轻轻吻了吻我的唇 说着魔棱两可的话 老公 我喜欢你 在很久很久之前 我就喜欢你 还好 我终于等到了你 不管魏雨宁有什么样的秘密 总之 柳如烟死了 柳家 在金圈彻底消失 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皮条客 也没有突然死掉的人 或者被卖掉的人 而几腾成 她因为成了柳如烟的走狗 变成了一个疯子 是因为柳如烟给她吃的药 就是为了控制她 她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在里面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没过多久 就传来她死了的消息 而我的父母 也彻底从金圈离开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不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快过年的时候 魏雨宁给我准备了惊喜 还亲自设计了烟花秀 大年三十 魏雨宁带我去了顶欧 老公 你看 独属于你的烟花 万家灯火 烟花灿烂 那是独属于我的幸福 老公 我怀孕了 我激动地抱着魏雨宁 我等于转圈 却害怕会伤到她跟孩子 谢谢你 魏雨宁 愿意给我机会 让我来爱你 番外 魏雨宁有一个秘密 我是魏雨宁 我也是重生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认识了老公 当时我落水了 他那么小小的一只 居然救了我 在我被救后 想要找到他 却没有他的消息 直知道他是季家的儿子 我让我父母 去季家订了亲 可确实跟几腾成成婚 这个时候 我又出了车祸 可能是天命使然 我这辈子 无法跟他在一起 却亲眼见证了他的不幸 万万没想到 我也会重生 这次 我绝对不会再让老公的悲剧发生 老公 等等我 全文完 我绝对不会再让老公的悲剧发生